水牛大军浩浩荡荡,看看,这队伍绝对的强大 狮子见了也是有点懵 基本上都是成年水牛,小水牛不多 狮子已经潜伏多时,在河边等候,等待美味的到来 已经想吃水牛肉了,潜伏能力也挺强 水牛群马上就要经过 这个时间段是狮子食物最丰富的时候 成年的大水牛很难对付 基本上狮子也是狩猎一些老弱病残 但是今天的水牛群相当暴团 他们为了小水牛,一定要和狮子斗争到底 看看这只小水牛,刚过河就被狮子锁猴了 母水牛回来营救小水牛 这个水牛在吃草动中是比较齐心的 而且是暴脾气 非洲水牛也被称为非洲野牛 它的重量绝对是可以了 成年的大水牛一吨多重 相当的难对付 基本上要三只吃的才能对付一只水牛 看看这只水牛爆皮去 准备跟狮子决斗 看看这只熊狮闪亮登场了 一般熊狮轻易不出场 都是等狮狮狮狮狮成功以后 它吃现场的 我估计今天真是饿了 着急了 哇,这个小水牛刚出生不久啊,很危险 水牛群回来营救它的同伴啊 哇,这水牛反杀回来了啊 狮子也看傻眼了 太危险了啊 水牛经过的地方啊,尘土飞扬 一溜烟呢 说明它这牛蹄子也相当有力量 这要是踢狮子一脚 狮子也,我估计也得半死 今天狮子狮狮看见不太成功啊 不太顺利 遭到了水牛的猛烈还击啊 这些母狮的皮毛还是不错的啊 看见平时吃的还是很好的 看看这水牛 根本就 没把狮子放在眼里啊 水牛反杀狮子成功 疯狂的沸沸啊 老铁们 看看沸沸反杀 花豹 反杀狮子的精彩食品啊 成年的大沸沸会经常狩猎一些小动物 比如说小的狮子 小的花豹 小的黑斑铃 它都会去狩猎 所以说这个沸沸啊也相当的可恶啊 看看今天的花豹啊 要打沸沸的主意 看看它能不能成功啊 这个小沸沸玩的正开心呢 危险马上就要降临了啊 沸沸呢也是群体的生活啊 它们相当的抱团 所以说对付沸沸啊相当费劲 成年的大沸沸啊力量很强大 也会攻击花豹啊主动的把花豹攻击 这个花豹铺了耳祸啊 发现了一个猎物 花豹最快的动物 哇这牙齿啊恐怖啊相当的恐怖 关键是个头也不小啊 所以说相当的难对付啊这大沸沸 哇这个沸沸受伤了啊 看看这个皮肤啊全 老鹰狩猎袋鼠 精彩的动物世界献给大家啊 老天文 鹰的眼睛爆的速度啊 老鹰这个眼睛啊真是名不虚传啊 它在空中盘旋几圈就可以发现猎物 然后用它的利爪啊把猎物抓起来 这只小山羊轻松的被老鹰拿下啊 老鹰的主要攻击武器就是它的爪子和它的嘴啊 轻松的狩猎了这只山羊啊 看看这是猎豹世界上奔跑最快的动物啊 它和沸沸之间的战争啊 你看就干不过沸沸啊 被沸沸追的日日跑 猎豹呢就是跑的快 老鹰呢才是真正的猛禽啊 看看牛逼不直接把这个 猎狗啊赶跑 老鹰狩猎狐狸 真的霸道啊 这个狐狸啊反抗的能力很弱啊感觉 哇这回打到一起去了啊 哇这只老鹰狩猎狐狸失败 哇这个是突救 突救啊更生猛啊 专门吃腐烂的东西 老鹰啊在空中盘旋 他主要是为了寻找猎物啊 看看直接把这只 迷路啊抓起来了啊 抓住以后呢他会从空中啊把它扔下来 摘死猎物 然后呢他再去吃这个食物啊 所以说老鹰有他自己的狩猎方法 这一块呢是狮子狩猎猎狗 猎狗呢江湖人成二哥啊 被这只熊狮摁倒了 相当的危险啊 看看猎狗和狮子之间的战争啊 跑掉了猎狗啊 哇狮子狩猎突救 可以啊 今天的动物世界啊相当的精彩老铁们啊 多看一看动物世界放松心情减轻压力 不信你试试 下方多评论多留言啊老铁们 我们下期更精彩 疯狂的游猪反杀花豹反杀狮子啊 今天的主角呢是游猪 看看游猪的精彩表现 游猪大家都知道啊 脸上有两个大疙瘩 就是我们所说的游 还有两个锋利的疗哑 主要的攻击武器呢就是这个疗哑啊 老铁们看到了吧 相当的锋利啊 游猪的奔跑速度啊相当快 他会直接创向对方 用他的疗哑呢把对方挑起来 所以说狩猎游猪的时候啊 狮子也有 会经常受伤 看看这游猪奔跑起来速度相当猛 几倍上的毛啊全立下来 哇这是一只成年大幽猪啊 相当的强壮 一看这屁股蛋子上全是肌肉啊 不好对付啊 这个花豹啊已经潜伏到他的身后了 他根本没有拿这个花豹当回事啊 这只大游猪个头是真不小啊 看看这个游猪直接把这个花豹创飞 游猪这个家族啊他都是群体生活啊 他最擅长的生活在一个洞穴里面啊 所以有的时候啊 狮群就会把这个游猪家族啊端窝 这一窝全端了 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啊 这个花豹开始真正的出击了啊 花豹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他比猎豹啊牛逼多了 花豹要是成群的狩猎那就更厉害了 这只游猪被锁猴了啊 这叫声有点惨啊 好好的啊 看看这个前来救援啊 直接把花豹创飞 这才是真正的游猪啊 看看他能不能幸运的逃脱吧 那是真正的